終於市場是那天 我預期這是一個高位 如果你記得之前的上一個影片 我亦講過這裡好像一條 貼紙的東西 它終於在這裡停止了 應該正式來說 就是 如果你去 進入的時候 可以等它回頭 才下降 差不多這個位置下降了最好 Anyway 現在下降了 其實會不會再上去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再看看長一點的 其實我們做即使的 就不應該想這些 因為是沒什麼意思的 但是如果你看 現在我正在學習的選項 試試看遠一點 看看這件事是多恐怖的 Dow Jones的Future 你看到嗎 Fouth 跌跌了一百多二百點 一天 看到嗎 這裡 那這裡會不會影響到整個市場呢 那香港真是很難說的 香港 真是絕對不知道會不會有關聯的 首先讓你去Dow Jones 看看這裡 就變成這樣 看回香港的chart 看看長一點香港的chart 所以這個是Dow Jones的 那收市是這個位置 差不多是這個 通道的裏面 大家看了,他会不会落到通道底上回去,不知道 逆瓜会不会在这里上回去再落,不知道 但是很肯定在未来的今个月期间 我想就很难会上回去的了 我觉得一定会在below22的下面 一定在这个下面,应该不会上回去,我猜一下 这些是自己决定的,但是很明显看到这里 你很清楚看到上一次收市之前的跌势是未完的 是未完的,你看到一些迹象都没有升 然后在这里会继续在平均板上去的 在差不多这些位置可能会停一停,有机会可能在这些位置上回 上上面,因为有cluster在这里,你看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又未到train line底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由这里去到那里都有 在这里有100多200点的,你看到这里 100多200点的,虽然已经这么小 下来根本就没有东西,是直下来的,有机会直下来的 可以,有机会直下来的 在这里有机会直下来的 这个bid of device,如果我们大概觉得市场是下跌的 那我们只是train put,不train call 这是最稳定的,例如说day trade的话 OK